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晚安 我是罗好吃 Yummy 今天我要做的是什麼東西呢 簡單來講就是因為 我老公最近他又許了一個願 他說他想要吃牛奶棒 知道什麼是牛奶棒嗎 就是這樣子圓圓直直長長 一個一個一個然後咬起來 硬硬的這種口感 因為他覺得他時常下午的時候會這麼餓 可是他又不想要吃太高熱量的零食 也因為最近他吃過好吃牛奶棒 所以他覺得說 我是不是可以做給他吃呢 當然OK啦 既然他已經許願了 我就來做給他吃牛奶棒 那我話不多說 直接來介紹一下 材料有需要哪些 當然不能沒有的就是低筋麵粉 做餅乾絕對不能少的就是低筋麵粉 除非我們做的餅乾 不是用低筋麵粉做的 目前為止我做過很多種餅乾 都是需要低筋麵粉 那他需要多少呢 300克 接著因為我們要做的是牛奶棒 所以很需要牛奶 牛奶 這是沙拉 牛奶是這一個 牛奶什麼牌子 基本上就是看個人喜好 這個的話60克就夠了 那如果你喜歡牛奶味再濃一點的話 可以再多加一點 那有些人的牛奶棒會再添加煉乳 那因為我老公他最近不喜歡吃高熱量的零食 所以在煉乳的部分我沒有去做添加 接著就是海藻糖 海藻糖的部分也大概是30克就可以了 海藻糖的話它比較特別熱量比較低 比較不會那麼甜也比較健康 橄欖油 橄欖油差不多50克就可以了 什麼樣的橄欖油呢 其實都可以 海藻糖 海藻糖 海藻糖的話我覺得就是一個人喜好 我的話大概就是轉個幾下進去吧 那因為只做牛奶棒 我覺得好像少了些什麼 所以除了牛奶口味之外 我還想做芝麻口味 我選的芝麻粉是無糖的 有機的 我是選這個牌子 現在在Costco有特價 看到影片想要試試看的人也可以去買 那到底牛奶棒要怎麼做呢 非常簡單 首先我們要準備我們的粉塞 就是在之前的影片都有講過 加入一些粉類的時候呢 建議都是要過篩 過篩過後呢 你的粉比較容易均勻的被散開 不會解塊 所以這個步驟很重要 所以我們先把我們的 一斤麵粉加到粉塞裡面 我們是透過粉塞 再加到我們的那個 因為它都會結塊 所以它可能結塊就比較容易 就是 比較容易它會混在一起 這樣看得到嗎 我們就 破篩 它就透過 透過這個粉塞進入這個 我們的高層裡面 雖然比較麻煩 但是我個人這個步驟不可少 就不會有這種結塊的問題 那我們先來把它破篩 OK 我們粉過篩過後呢 我們再陸續加入其他材料 首先呢 我會先加入糖粉 如果你們沒有糖粉的話 沒有這個海藻糖的話 又不是這麼care 就是一定要健康的海藻糖 你就可以用一般的糖粉 或是細砂糖來取代 先把糖加進去 糖加進去 我沒有過篩是因為 這個海藻糖 它已經是非常非常細的顆粒了 那如果你是細砂糖 建議還是過篩一下 好 那我們將那個 低筋麵粉跟海藻糖 先做一個均勻的融合 均勻攪拌一下 接著我們依序再加入鹽巴 那我喜歡鹽巴口味再補多一點點 就一個大概就好 鹽巴其實很絕心 鹽巴 橄欖油 加入橄欖油過後 它就會有一點臭臭的 那我們也是一樣 先將它均勻融合在一起 那我們就 接著下一個材料 就是最重要的主角 牛奶 milk 那牛奶也是一樣 夾進去 這個時候就要好好的把它攪拌一下 它開始變得醜醜的 像這樣 看得到嗎 我們就要快速加速 好好好 加速讓它們結合 先用這個攪拌棒 先加速讓它們結合 它現在已經結成 就是比較稠狀 有點像麵糰的感覺 像這樣 好 那我們的麵糰其實就不要攪拌過久 我們就趕快先用我們的手 直接把它弄成一個大麵糰 因為如果我們攪太久 或者是用太高速去攪它的話 會讓麵糰的筋性 筋性太強 筋性太強 它就會韌性太高 其實做出來也不是我們想要的口感 所以我們就先趕快加速 讓它混合過後 我們先用手把它捏成一個麵糰 那我們兩種口味的麵糰都處理好了 過後呢 我會準備一個類似像烤盤墊的 或是如果你家裡沒有烤墊的話 也可以拿這種塑膠型的那個 類似塑膠的砧板吧 先鋪上一層膠膜 再用一層膠膜 其實一層或兩層都可以 如果怕它破掉的話也可以鋪兩層 好 這樣子過後呢 拿出你的擀麵櫃 我們現在要把它均勻的鋪平 那如果你們覺得膠膜很麻煩 也可以用那個大一點的塑膠袋 把它裝進去 也是可以 塑膠袋的話會比較方便 它就不用在乎它 膠膜的會不會破掉 或是它形狀比較好塑形 你就是找差不多大小的塑膠袋 那我們的目標是把它擀成差不多 0.3公分厚 也不需要太厚也不用太薄 那它的大小差不多20公分才20公分 放在冷藏或冷凍的話就是 因為它變得比較硬 所以待會我們再做切割的話會比較好切割 接著我們把已經冷藏30分鐘後的麵皮呢 先把它打開來 因為它變得比較冰過後就比較硬 我們就可以來做切割了 那切割的方式我覺得可以 不用這麼一定要很整齊 我們先把它對半切 對半切過後呢 再把它切一條一條的 那這一條一條的厚度 就是決定你的牛奶飯要多厚 差不多這樣就可以了 把它切成一條一條的 在切割的同時呢 你可以將你的烤箱先預熱差不多140度左右 先開給它預熱 等我們切好過後就可以把它拿進去烤了 把它整齊的擺放在我們已經鋪好烤盤子的烤盤當中了 OK 那我們烤出爐的牛奶棒在這裡 可以找一個蜜蜂罐 然後我們烤出爐的牛奶 牛奶棒都可以先讓它冷卻過後呢 就直接放在蜜蜂罐裡面 看看這樣後門的蜜蜂罐 看起來是不是很療癒啊 我們現在來試吃看看好不好吃 果然用海藻糖它就不會太甜 味道剛剛好耶 這種甜度可能鹽小狗都可以吃吧 嗯 牛奶味道也很夠 小屁超想吃的 嗯 那我們下次再來試吃別的料理吧 掰掰